橱柜是厨房装修的重中之重 橱柜做不好 不仅影响美观性 还会给日后的居住生活 带来使用上的诸多不便 这一期 小冬给大家整理了 装修橱柜的七装七步装 希望能对还未装修的你有所帮助 一 柜体要装多层板 不装颗粒板 如果是做衣柜 鞋柜 酒柜 用颗粒板柜体还勉强凑合 因为这类柜子安装位置相对比较干燥 没有水气和潮气 不容易变形 橱柜用颗粒板 我劝你还是算了 颗粒板 最大的弊端是防潮性差 厨房水气重 就算封边再好 时间一长 潮气还是会从铰链孔连接键位置进入 久而久之变形开裂是必然的 反观 石木多层板的特点就是预水防潮好 稳定性也要强于颗粒板 是做橱柜 预室柜的最佳选择 另外 不管用什么柜体 水槽柜下方一定粘贴防潮的铝箔纸 避免你家的下水管 由于结构而堵塞漏水以后 不至于把你花大价钱做的橱柜泡坏 2 装石英石台面 不装其他材质 目前 常见的台面材质 不外乎是不锈钢 盐板和石英石 虽然不同材质都各具特色 但从实用性的角度来讲 不可否认还是石英石首当其冲 先说 不锈钢台面 特点是不具油污 防腐蚀性强 但材质太过冰冷 而且美观度不行 看起来很像大食堂的后厨 另外 用过之后 磕磕碰碰全是划痕和凹坑 很难修复 再说盐板台面 颜值高 上档次是不假 但这东西致命缺点是太脆 怕磕碰容易裂 反观石英石台面 性能最均衡 防刮耐磨 硬度高 关键是价格还实惠 选个纯色的石英石 也可以是颜值担当 3 装双式面门板 不装肤杆磨门板 不要过度追求橱柜的美观度 去选择不实用的材质做柜门 比如 敷感磨柜门 虽然质感一流 但实用性差 这种材质 就是妥妥的指纹收集器 而且非常娇气 沾上油污 你用力多擦两次都会掉漆 被很多网友戏称为 厨房的小祖宗 根本养不起 如果考虑经济实用 柜门就用双式面的 不但花色选择性多 而且价格便宜 还耐看容易清洁 当然 就在乎颜值的 也可以用现在比较流行的 高光PET材质做柜门 除了价格贵了一些 高光表面一划痕以外 也没啥大毛病 四 吊柜做通顶 布装顶部流缝吊柜 如果你不提前 和定制橱柜的商家问清楚 大概率你家做完的吊柜 都是不通顶的 因为一般只会给你做默认的高度 要知道 厨房的油烟大 吊柜如果不到顶 后期长期使用下 带来的弊端就是 吊柜上方会累积一层 粘腻的油烟 不但非常难清理 还是蟑螂小强的聚集地 所以 橱柜的吊柜 一定要做通顶设计 不仅会增加整体的美观度 而且也避免了 顶部藏屋纳垢 预算高 就直接做一门倒顶的设计 吊柜与吊顶齐平不流放 如果想省钱 也可以在吊柜与吊顶之间 加一条顶峰板 五 水槽装台下盆 不装台上或台中盆 台面水槽坐台上盆 优点是安装简单且省事 但用过的人都知道 台上盆不好 清理台面垃圾 而且打胶的地方容易发霉变色 其实 台中盆的缺点也同样明显 第一 所谓的台中盆 是需要嵌入到台面中 对安装工艺和承重性 都要求很高 另外 台中盆与台面之间 无论怎么处理 始终都会有一条缝隙 需要打胶 时间长了 渗水发霉是跑不掉的 所以 做台下盆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很多人说 台下盆会掉 根本的原因是因为 胶是有寿命的 只用胶粘的 掉下来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 安装时 一定要用金属卡扣固定 再打上胶就万无一失了 六 装隐形拉手 不装明拉手 有条件的话 橱柜还是建议 要做隐形拉手 传统的明装拉手 不仅影响 橱柜的整体颜值 而且时间一长 上面满是油污 不好清洁 目前 隐形柜门有几种形式 首先 不建议做反弹器的 橱柜的柜门需要经常开启关闭 这东西损坏率非常高 其次 也不要做这种内嵌的把手 锐脚特别锋利 一不小心就容易割到手 有安全隐患 最安全和美观的隐形拉手 可以通过门板设计来实现 比如说 吊柜的门板可以下探一公分 这样就能轻松开合 地柜的门板 可以搭配L型的铝形材 然后可以上探两公分做斜切 这样既不影响美观 后期清理卫生也非常方便 七 地柜装抽屉柜 不装隔板柜 要想增加橱柜的实用性 最直接的办法 就是在地柜设计上 多做抽屉柜 地柜千万不要做太多的隔板 经常下厨的人都知道 隔板柜上层的空间 基本都是浪费的 而且平时拿取东西也不方便 多做抽屉 像什么碗碟抽屉 锅具抽屉 都是非常实用的 拉开后 里边摆放的物品也一目了然 拿取也轻松方便 另外 这类特殊五金 建议滑轨一定要用 带阻尼的拖底抽 而不要用不带阻尼的三节轨 说在最后 家里橱柜既要美观 又要实用 以上这七点一定要牢记 照着做 至少能让你少踩很多坑 另外 再分享两个比较实用的设计 像水盆的龙头 尽量选择抽拉的 方便清洁水槽里的卫生死角 其次 吊柜下方可以加装一组感应灯 作为操作区的辅助照明 特别实用 感谢观看